原标题刘嘉玲自爆 为形象曾拒绝众星驰拍摄 不愿穿泳衣参选岗节 刘嘉玲被不少人认为 是影视娱乐圈中 喊帅女王不管对于圈内视 还是谈及自己的生活 刘嘉玲都一直以来是直言不讳 也常常因此引起网络热议 而在12月27日晚 刘嘉玲参加节目《一落书香》中谈论香港电影 以及自己的演艺生涯 再一次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节目中 刘嘉玲表示 自己在进入训练班初期时 因为成为岗姐接拍电影 就可以依靠配衣 但是不习惯穿泳衣走来走的她 拒绝了参加岗姐的提议同时 刘嘉玲在接拍周星驰电影时 因形象原因拒绝了周星驰 边喷拌边讲台词的镜头 要求称自己不是喜剧演员 不过随后 刘嘉玲也表示 如果现在再提出这样的要求 一定会同意 不少网友看过视频后直言称 虽然刘嘉玲已经拍摄了不少影视作品 其中也不乏一些佳作 但是谈起刘嘉玲很难想到 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作 反而是提起刘嘉玲只能想到其丈夫良潮位 一些网友也认为 一名优秀的演员 不会将自己局限在某一个领域 趁不会刻意把演员化分成喜剧演员之类 反而是尽自己权利诠释一部作品不过 也有网友提出 其实刘嘉玲也有如阿飞正传一般的作品 2010年更是以实力获得金像影后 如刘嘉玲所说 当时的他也许思考有些片面 但是现在的思想也有了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